7月中旬河南突降大雨 洪浪灾害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房屋街道等都被洪水侵袭 也有很多的人在这场天灾中不幸丧生 但是全国人民重置城城一起抵抗洪灾 让人动容 在天灾面前 我们如何防护资深安全 尽可能减少洪浪损失呢 曾经历98年洪灾的江苏小伙 对于抗洪的记忆深刻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避免经济损失 和保护人员安全 他投入到防洪版的研发中 使用L型遮挡原理 增加防洪版可承受水的冲击 但是第一代设备在检测的时候 由于密封不够紧实 挡板和地面的贴合度不够 还是会出现漏水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重新投入研发的江苏小伙 和团队小伙伴们一起头脑风暴 最后终于研发成功 进行防洪版更加的方便储存和运输 还可以重复使用 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完成安装作业 它的应用范围很广 可应用于街道 仓库等 为了防止凹凸不平的路面和草地 这档板无法正常作业 又研发了充气式防洪墙 可以适用于多种地形 防洪版的研发 可以应用于城市内涝 洪灾等突发情况 避免更多的经济损失 也可以替代人工防洪 发明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 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 帮助更多的人远离灾难困扰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平安喜乐